观众老爷们,我们又见面了,想死你们了 这是前辅解说的第十期,金句王子谢若林终于要上线了 内容制作不易,节目正式开始前,还希望大家多多一见三连 肯定有人要笑话了 嘿,东青,你怎么嘴上都是观众老爷,心里全是三连呢 你们错了,我心里可不单单只惦记着三连 还有成就感啊 自从宛秋夫妻俩搬到隔壁后,于泽成心里便一直有些不踏实 虽然宛秋说是因为有无尽忠的帮忙他们才免费住进来 但于泽成凭借直觉能感觉出宛秋的丈夫谢若林不是一般人 于是让崔萍闲下来就过去坐坐,探探虚实,弄清谢若林真实的身份 然而崔萍一进宛秋家就忍不住吃醋,没说让两句话便火药味失足 哎呀,男人啊什么都不怕 就怕遇上个小妖精一样的女人 挤眉弄眼,焦力焦气 嫂子,要说这男人在外面有女人啊 还得说明老婆笨 宛秋一句话直接把翠萍噎得说不出话来 没想到这小妮子嘴这么损 等于泽成回来,见翠萍没问出啥便张罗在家捏饺子招待宛秋夫妇 其实就是想趁着吃饭的机会探探戏若林的虚实 心里多少能有点底 于泽成负责擀面皮,崔萍和晚秋则包饺子 结果二番战再次开始 晚秋竟然主动进攻 故意当着翠萍的面给于泽成挽袖子 翠萍虽然不生气 但心里贼个硬,赶紧给于婉另一侧的孝子 不知道是不是翠萍刚才的婚段子勾起了瘾 晚秋竟然亲了一口于泽成 于泽成吓得差点心脏周庭 赶紧躲到一边看向厨房 看翠萍看没看到 而晚秋满不在意的样子 轻声说我们以前接过吻 你这么怕干什么呀 你说于泽成能不怕吗 翠萍是什么武力指 他还想看到明早的太阳呢 再说了现在晚秋也是有家庭的人 怎么能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呢 翠萍从厨房里出来 察觉到氛围不对 正想问怎么了 门突然被敲响 晚秋的丈夫谢若林来了 双手插兜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当看到桌上的饺子 他陷入回忆 情不自禁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跟父母用别钱的最后一顿饭 就是饺子 该死的鬼子 从这两句可知 谢若林的父母应该死在了抗日战争中 被鬼子杀了 但很快他从悲伤的情绪里出来 并在吃饺子的时候开始套于泽成的话 于泽成自然不可能自报身份 说自己运气好 在军西战里谋了份差事 但谢若林让他不要顾及太多 现在很多城市保密局都对外公布身份了 他知道于泽成是保密局的机要室主任 还知道于最近刚升任了副站长 谢若林也不藏着掖着 说自己对外是仇部生意人 实则是党通局的特务 于泽成原以为今晚的这顿饭得九取十八万 没想到对方竟然直接打名牌 谢若林无所谓的说 时代变了 保密局和党通局早已经不是禁卫分明 八路军军条代表离开后 商劝会馆就变成了情报交易所 那里有保密局的特务 也有党通局的特务 甚至有中共的 大家不是敌人 而是朋友 是买卖人 已经没有人在在乎清规戒律了 重要的是把手里的情报卖出去赚钱 或者买别人的情报再高价卖出去 于泽成仔细听着 想起来女人还在跟前 于是给崔平使了个眼色 崔平便把两盘饺子归拢到一个盘子里 让晚秋跟自己回楼上吃 等女人们离开后 谢若林才袒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想和于做情报交易 于泽成现如今是保密局天津站的副站长了 手里必然有大把的情报 靠那点薪水攒钱得攒到什么时候 不妨拿出来看能换多少金条美元 我知道你手里也有一些 质钱的情报 何不拿出来 这什么都是假的 黄金白银 那是真的 老弟啊 我不怕你见笑 我就是知道了我也不敢说 这种钱我拿着慌 这你慌什么呀 你看看现在那些围观的人 嘴上都是主意 那心里却安是生意 我跟你说我可是真的 我这嘴上是主意 心里也是主意 有些招式不得啊 哥 你这是没看清社会的潮流啊 没看清没关系 反正现在两家是邻居 以后常往来有的是机会 谢若林知道于泽成是教室主任还是副站长 以后多多疏通就是 总有能相互利用的时候 于泽成不一定卖情报 但总会买情报的 这之后两家的往来便多了起来 崔平只要有时间便去晚球家串门 这是于泽成安排的 因为他对谢若林和晚球的身份仍然存在怀疑 毕竟哪有人一上来就明白的 他不确定谢若林真是情报贩子 而每次崔平去 谢若林都会让他回去劝劝于泽成 脑子要活泛一点 现在谁还真的为了党国办事 就连那些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想着捞钱 乱世之中只有钱才是王道 什么主义信仰啊 都是啥子才信的东西 这为未来和平了就没有主意了 有什么呢 只有钱 你信不信 别理他 钱孙子 你别跟这儿酸溜溜的 当初追着给人家当小 怎么现在还惦记着呢 啥 给谁当小 这是新时代党的路 要换座以前我做小也就做了 怎么了 也轮不着你 一把眼泪一把鼻息的跪着求我 你不要脸 听见你跟我老俩啊 谢若林被崔平这一下给唬住了 没有再动手 收拾好东西进了礼屋 崔平则观察晚秋额头的伤势 询问家里绷带的位置 打算给他包扎 但这一下放松警惕 却导致自己差点暴露 谢若林在礼屋偷偷看着呢 崔平包扎的动作非常的专业娴熟 就像是以前经常给人包扎一样 谢若林调查过他的身份 再来天津前 一直在家务农照顾余泽成父母 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哪有机会学专业的包扎 这也太可疑了 凭借敏锐的职业嗅觉 谢若林瞬间意识到 崔平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而崔平回到家后 回忆刚才谢若林的话 越琢磨他越觉得不对劲 难不成晚秋以前 想给余泽成当小老婆 那他俩绝对不是认识那么简单 于是晚上也不睡觉了 更不准余泽成睡 非要让他把事情给说清楚 那是站长让我哄他 趁机坚实的叔叔 站长看着叔叔的财产 崔平知道晚秋的叔叔是慕连成 也知道这个慕连成是知名的大汉奸 但他想知道晚秋 是不是真的想给余泽成当小老婆 这件事情更重要 余泽成见瞒不下去了 只能承认有这么回事 但只是逢场做戏罢了 真不要脸 不要脸 不要脸 骂谁呢你 他 余泽成没想到崔平竟然会这么生气 为平息怒火只能开始变瞎话 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有老婆 我马上就要接我老婆来了 我老婆善良 贤惠 懂事 脾气还好 你说谁啊 你呀 谁是你老婆 余泽成本以为红好的就能睡好 没想到他这么一夸崔平更睡不着了 开始聊起战长家的最新动态 前几天他和战长太太一起出去做旗袍 战长太太说战长好像不想干了 想走 但是去哪的话还没想清楚 余泽成觉得斯蒂庞克寓作金佛满足不了战长 否则不会把他提拔上来 自己这个副战长是干嘛的 帮他敛财的 说明他还想再捞点才会走的 这天晚上光顾着聊天了 余泽成没睡好 第二天睡眼惺忪的来到战里 结果战长和李牙表现的特别兴奋 告诉他一个晴天霹雳的好消息 胡宗南带兵把延安给打下来了 23万大军正拉网式的搜寻猪毛的踪迹呢 余泽成其实一点也笑不出来 听到延安失手时 他脑子都是懵懵的 他不知道将来怎么工作 不知道延安丢失后 在那运筹帷幄的人怎么样 不知道他们现在安全了没有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 更可怕的消息传来 他心中顿时被阴霾填满到几乎窒息 向一个无助的孩子找罗老板聊天 延安不是丢失 而是放弃 整个中央毫发未遂 我们的战斗还在继续 只是会更加残酷 我不怕残酷 我就是怕 怕失败 我在延安住过半年 对那很有感情 那里有一种精神 一种乐观抗争的精神 你看着吧 胡宗南的命运 会终结在延安的 万万不要悲观 仗有很多种打法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从这里提到的时间 我们可以确定潜伏的时间线 来到了1947年3月 在第八期节目里我讲到了中原突围 这场战争发生在1946年的6月 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 中国的内战全面爆发 紧接着1946年9月 蒋介石调集副作义部和孙联众部对张家口进行进攻 张家口战役从9月中旬打到了10月中旬 国军重创解放军取得优势地位 张家口的战略重要性我这里就不长篇垒夺了 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查资料 建国大业里借修宗敌饰演的副作义之口 简洁明了的总结成了三点 拿下张家口后 国军在全国战场的战绩良好 蒋介石觉得优势在我 于是在1946年的制宪国大上发言 豪言壮语声称要在三个月内评乱 1947年3月 蒋介石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 其重点进攻的方向之一是闪甘宁边区 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的延安 负责进攻的是湖宗南部 14万人装备金粮剩其凌人 以近百架飞机大量的火炮掩护进攻 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 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则不到3万装备齐差补给困难 所以从一开始中央军委的部署里就没打算和国军死战到底 而是依托有力地形进行抵抗的同时 掩护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转业 1947年3月16日 湖宗南率部攻占延安市 整个中央已经安全转业 延安保卫战进行了七天七夜 蒋介石最后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 有人说啊放弃延安是中国革命受到了重大挫折 如果这也算是挫折的话 我们这个党这支军队就是在无数这样的挫折中走过来的 存地是人人地皆是人 存人是地人地皆存 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经过罗老板的思想工作 于泽成终于不再迷茫 甚至还有些精神振奋 但很快一场新的危机袭来 于泽成和崔平的身份差点就彻底暴露 谢若林在情报交易所里见到了情报贩子老尚 并交流各自手里的情报 老尚说手里有几份文件是中共叛徒韩基恩 带着人从废墟里面挖出来的 谢若林很感兴趣 便跟着去他家看 没想到这次竟然会有意外的收获 有一份文件是调令 署名是中共北方局警察及分局社会部 内容是极调编保医科陈秋平同志赴天津 以夫妻名义配合俄眉封前府 9月28日前先到分局社会部报道 还有份文件是复告跟陈秋平有关 编保六科陈秋平同志 于9月26日在前赴北方分局执行任务的途中 不幸以身殉职 中岁25 10月3日上午将举行陈秋平同志追悼会 最后一份文件是陈秋平殉职始末的记录 给陈秋平牵马的村民谷有牛是这么说的 因为雨天路滑马受到惊吓 陈秋平便连人带马摔下山沟摔死了 看到这三份文件 谢若林的神情变得严肃 脑海中迅速整合所有信息 陈秋平 天津 峨眉峰 靖察记 翠平 于泽成 贾夫妻 钱佛 整理信息后 谢若林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意识到发财的机会来了 于泽成是中共安插在军统的峨眉峰 陈秋平本来是要来天津配合他的 结果因为意外身亡 没办法 便让他的姐妹翠平顶替 跟于当假夫妻 翠平肯定也是中共的人 甚至打过游击 所以才会那么娴熟的包扎 不得不说 别看谢若林嘴不利索 但他这个脑子真的不是一般的快 谢若林觉得 假如于泽成是中共的人 手里一定有中共那边的情报 现在中共的情报可是香饱饱 假如于愿意交易 自己能挣不少金条 谢若林和于泽成之前见过的敌人 完全不一样 这个家伙脑子里没有主意 没有信仰 没有党派之争 他脑子里只有钱 谁能和他达成情报交易 就是生意伙伴 但绝算不上什么朋友 这三份文件涉及到了 编保社会部韩吉恩 编保我在前幅系列解说 第六期有详细介绍 这里就不重新讲了 但这里的社会部还要讲一下 社会部全称 中共中央社会部 1939年2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 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 指出 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 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 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 为了保障党组织的巩固 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 成立社会部 主要负责抗日根据地内的 除奸速特任务 并围绕这一中心任务 发展敌战区和国统区的 情报保卫工作 毛主席通过观察认为 康生的工作能力突出 任命其为首任社会部部长 康生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 将社会部变成了一个 机构齐全 专业人员众多 情报网遍布全国的情报机构 社会部还有专门的培训学校 培养派往国统区的特工人员 所以在编保工作的陈秋平 去天津执行前赴任务 要先到社会部报道培训 但这里有个细节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 社会部的调令里显示 陈秋平是编保一科 复告里陈秋平却是编保六科 我一开始以为是道具组出现失误 所以特意又去翻了翻 剧本是咋写的 结果发现剧本里写的 就是编保一科 那我觉得这就是有意为之了 编保一科主要负责情报工作 编保六科主要负责保卫工作 只能不同 调令是内部文件 甚至是绝密文件 复告则是公开文件 很多人都能看到 所以调令里的信息一定是准确的 陈秋平在负责情报的编保一科工作 复告里之所以写成编保六科 是为掩人耳目 避免被潜伏的特务注意到 毕竟编保六科的人去社会部报道 可能是执行保卫工作 但是编保一科的人去社会部报道 绝对是执行情报工作 甚至潜伏任务 比如余泽成去天津潜伏前便是去集中根据地见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 他在根据地学习后续的潜伏工作都是社会部安排 按理说调令和复告放在一起应该保管严密 即使被轰炸也隐藏了的 但从前文可知 延安出了个叛徒韩继恩 此人带着特务挖出这些文件 韩继恩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曾在边区保安出任科长 但是此人因道德败坏乱搞女人被编保撤职查办 胡宗南进犯延安 中共方面部署紧急撤退 所有的文件都妥善处置 唯独没有处置这个韩继恩 留下后患 延安失守此人投靠了国民党 不但在舆论上给共产党抹黑 还带人到安塞挖出了编保埋藏的档案 包括各种博策的信件 电文 介绍信等不一 中共大量机密外泄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和判断 谢若林开始试探 首选对象便是翠平 他没有使用任何话术和圈套 而是直接发问 你是不是还有个妹妹 你叫翠平 你妹妹叫邱平 翠平的心里咯噔一下 意识到大事不妙 自己的身份怎么会暴露呢 但毕竟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 他虽然内心惊慌 但脸上仍不动声色 问谢若林是不是说胡话 自己压根没什么妹妹 更不知什么调评 紧接着谢若林又对于则成展开试探 但不再像对翠平那样直来直去 他并没有直入主题 而是问 假如你知道我是共党分子 你会怎么做 于则成回答直接了当 抓 因为他高低是保密局天津站的副站长 我是中共 你是保密局的 咱俩有生意可以做呀 你让我们站长知道 这是要杀头的 简单了 他要是知道就 就把他拉起来 有钱大家一起赚了 不敢 这反过来 如果您是中共 您太太也是 我就不会说出去 接受 其实您和您太太 都是 于则成一开始以为 这孙子是在框自己 谁知谢若林竟拿出三份文件 并将三份文件上的内容 全都念了一遍 最后还附送上了自己的猜测 于则成越听越心惊 但脸上始终表现出一副 跟自己没啥关系的表情 因为文件上并没有提到 崔平和于则成 说到底 这只是猜测 而且峨梅峰已经被马魁顶过了 墓碑还在中共的烈士陵园里放着 峨梅峰已经找着了 你不知道啊 谁 确实是保密局 抓了 去年的 扑扇胡同枪击案 那么轰动 你是真不知道 你还是跟我装傻呀 你 我知道呀 共党分子内讧 那女的不就是那个代表吗 男的不就是峨梅峰吗 我们保密局行动队的 马队长 马魁 谢若林还真就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 他正在晚秋的老家 和晚秋结婚呢 没想到回去结个婚 错过这么多信息 但他还是不相信虞泽成的话 虞泽成知道他还不信 便说结婚证就在楼上 有时间照片印花税 他可以拿下来自证清白 假如没有任何问题 两家以后不用往来了 我把你当朋友 你竟然怀疑我是共党 还搜集这些共党资料 是想干嘛 诶 余先生 息怒 息 我怎么息怒啊 老谢你是党通局的人 你该知道里边的厉害关系啊 你今天也就是跟我说说 你要是跟你的长官说了 我可能连个申诉的机会都没有 就给拉脱南京关起来了 保密局跟你们的关系 怎么样的 你应该清楚啊 水火不容啊 我余泽成辛辛苦苦的熬到今天 容易吗 就凭你几张垃圾情报 就把我这一辈子全毁了 谢若林解释 哥们儿我绝没有其他意思 就算你真是也不会害你的 情报交易所里共党的情报 都卖到天价了 你要是共党 咱们能合作啊 我甚至恨不得我是共党的 卖上几条情报 就能去过逍遥日子 你要真是峨眉峰 那我得像共财神爷一样 天天把你用香火供奉 不过就算你不是共党卧底 你也是保密局天津战的副战长 手里肯定有不错的情报 只要有合适的 你可以尽管开假 但余泽成这个时候 已经不想跟他多聊 不断强调自己要忠于党国 尽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脑子里 只有党国主义的老派分子 回到家后 余泽成和翠平沟通了一下 发现翠平还不知道 邱平已经牺牲 估计是组织上担心 他得知妹妹牺牲 会情绪不稳定 影响潜伏的任务 了解自己的妹妹 翠平满脸的骄傲自豪 说妹妹比自己优秀 比自己厉害 念过书有文化很进步 所以可以在编保工作 自己则在深山里打游击 就是现在延安丢了 也不知道邱平怎么样了 有没有跟着大部队撤退 哎对 他挺像左蓝的 短头发 说话也快 还老袋文词 你不喜欢我 说不定能喜欢他 谁说我不喜欢你 余泽成听着翠平骄傲的书说 心头忽然感到真真凄凉 他觉得有些对不起翠平 但怎么对不起 他也说不清楚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 因时间匆忙没培训的翠平 比他还要不容易 左蓝给过他一种信念 但这种信念的力量 却是翠平传递给他的 他们不是为了潜在做事 是真的相信有一种主义 信仰可以救中国 甚至为了这个主义 这种信仰 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 这一点敌人做不到 其实从刚才不经意的那句话 就能看出来 余泽成已经喜欢上翠平了 而且相处的时间越长 经历的事情越多 他越能发现他身上可爱的一面 但是想将这层窗户 只捅破可不容易 毕竟光靠翠平一个人努力可不行 第二天早上 余泽成观察谢若林 离开家上班 便让翠平去找晚秋 等隔壁一个人都没有了 他用铁丝做成简易开锁器 打开晚秋家的门 一进房间便在卧室里翻找起来 然而啥也没翻找到呢 便听到了动静 余泽成赶紧随手拿了把剪刀 躲到床底 发现谢若林又折返了回来 估计是忘拿什么重要的东西 果然 谢若林从床边拿出一个公文箱 等谢若林拿上一份文件离开后 余泽成赶紧从床底下钻出来去查看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昨天看到的文件 拿到文件后 他回到家全部烧毁 但是余泽成不单单拿了 跟陈秋平有关的文件 还拿走了其他的文件 假如只拿走陈秋平的文件 就间接说明他是中共的人 他拿走其他重要的文件 谢若林未必会朝那个方向想 没准会觉得这是余泽成的报复 毕竟他干的事情确实是有失分寸的 然而余泽成这一头可苦了晚秋 平白无辜被谢若林狠狠地抽了一巴掌 我这里边有风险你哪儿去了 你的宝贝东西我碰都不碰 问谁啊 别跟我装糊子啊 他们偷这送给楼上的了吧 你胡说什么 你那里面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送给谁啊 偷啊 你就偷吧 把这家子偷给别人 我看出来了 贱货 站住 你说什么你 我没偷你东西 你给我道歉 道歉 老子就这么道歉 装什么圣女啊 给我 给了晚秋一巴掌后 谢若林愤愤地离开家 决定和余泽成当面聊一聊 虽然不确定公文箱里的文件 是怎么没的 但他确定一定在余的手里 只不过谢若林仍然不是太清楚 余泽成究竟是共党还是国民党的人 假如余泽成不承认偷走文件 那他大概率就是共党的人 偷其他的文件不过是掩人耳目 目的是销毁陈秋平的文件 但出乎谢若林意料的是 余泽成很拽 说都是我偷的 你想怎么样 虽然我不是共党 但陈秋平的文件一旦被别人看到 肯定会影响到我 那我怎么会留下这个隐患呢 我只是拿走文件 没杀你就已经是恩赐 至于你箱子里的其他文件 就当是给我赔罪了 你想要心事问罪吗 没 没关系 你能偷到那是你的本事 我偷不了 所以只好交易 我实在是不愿意放弃 咱俩合作的机会 党国的利益就是汇在你们这些钱客手里 你看看你这样子 多无耻 我可以马上把你交给你的上司 余泽成在这里表现出对谢若林极大的不屑 认为他赚的钱是肮脏的 倒卖情报损害党国的利益 他要是在保密局 余泽成可以就地枪决 但谢若林不认为自己倒卖情报有什么错 大家都不过是生意人罢了 钱就是钱 给谁当差做什么都不过是为了赚钱 钱哪有高低贵贱呀 谢若林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但很快新的危机袭来 丝毫不让人安省 最近这段时间 翠平和晚秋走得挺近的 有什么事情都想跟着一起做 这天估计是因为生理期吃了凉的 翠平肚子疼得厉害 换以前忍一忍就过去了 但晚秋坚持让他去看医生 说女人一结婚有了新生活 难免会有些妇科上的小病 假如不当回事 时间长了 小病没准会变成大病的 翠平又没办法直接说自己还没新生活呢 只能跟着晚秋去医院看妇科 结果医生竟然还是个男的 出了医院他就吐槽 以后自己没脸见人了 晚秋只能解释 西医就是这样的 尤其是妇科 你其实不用太介意 但翠平心里实在是个应的不行 死活不愿意再去见给他看的那个男医生 于是晚秋硬承下来 等报告单出来自己去帮他拿 回来跟他说结果 回到家两人了解生孩子的事情 晚秋奇怪 他俩结婚八年咋不要个孩子 翠平只能含糊其次地遮掩过去 反问晚秋怎么不和谢若林要个孩子 晚秋狡黠地说谢若林想要孩子 但是他不想要 所以会偷偷吃避孕药 翠平的雷达立刻想起来 直接问 你心里是不是还揣着我们家男人呢 嫂子 滚出去 滚出去 我知道晚秋敢说 但没想到他这么敢说 即使放到现在这个年代 他的这番话也是相当的炸裂 那你想吧 翠平听到后可不是得气得快吐血破口大骂 但晚秋这里其实是真心情 并不是故意说这种话来气翠平的 翠平在下一秒其实也反应过来 晚秋不过是勇敢的自己罢了 所以后面那三句 他没心没肺 你还惦记他 你傻呀你 不只是说给晚秋听的 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是他的爱而不得 翠平不是没有表达过爱意 但余泽成就是不接受 他能怎么办 在翠平看来 左蓝死后 余泽成的心就是块冰 怎么也五不热 其实翠平生病或许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预计的情绪得不到发泄导致的 晚秋这一下反而让他把堵在心口的气得以释放 终于能好好地哭一场 而好巧不巧 余泽成这个时候下班回家 发现地上是摔碎的杯子 要怎么哭了 气的 谁气的 小妖精 晚秋啊 当着我的面说还惦记你 惦记就惦记吧 反正也惦记不到 是吧 我 你把话说完了 惦记不到什么 哎呀 你看看你 你竟生一些没头没脑的气 这是个痛啊 余泽成正发愁怎么哄翠平开心呢 晚秋的声音响起来 他忘了关门了 想必晚秋肯定听见翠平骂他小妖精 但他仍心平气和地拿来了药片 翠平没有再赶他走 而是直接把苦涩的药片放到嘴里 没喝水 干脚了 见气氛有些紧张 余泽成很时趣地下楼 他留在这儿的话会很难做 而他刚离开晚秋便坐到翠平的床边 真诚地说 自己这个贼只惦记不偷 这句话一出口 翠平剩下的气也没了 因为他能感觉到晚秋身上的真诚 而晚秋下楼发现余泽成笨拙地洗衣服后 赶紧把他拉起来自己洗 从这个小细节就能看出来 平时洗衣服做饭这些事情都是翠平在干 即使晚秋是娇俏小姐 跟谢若琳结婚后 洗衣做饭也都学会了 之后的几天 翠平一直卧病在床休息 洗衣做饭照顾病号都是晚秋在做 翠平也没真把他说过的那些话放在心上 于是很快两人便和好如初了 晚秋 你都躺了两天了 出去走走吧 先吃药 我好了 快点 嫂子 我来你们家做丫鬟吧 不行 好了 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应该是这个系列最短的一期节目 因为马上王湛金的戏份就要来了 晚秋这颗雷也将炸开让于泽成头疼 这期节目里讲的话肯定讲不完 所以我打算放到下一期 让故事更完整 只是在这期节目的最后 我想就第八期结尾引发的争议 跟大家道个歉 很抱歉 让部分观众有不好的观看体验 我其实很怕视频里吵来吵去 所以像翠平给于泽成洗脚之类的 容易引发争议的情节和镜头 我其实都在解说的过程中 剪掉了 我不希望弹幕里有人搞男女对立 但我确实没想到 结尾对佐兰和翠平的人物分析 和结尾投票会引发争议 甚至导致有人专门给我发私信 痛骂我是恶臭男男性沙文主义 我说佐兰这个角色没有人物胡光 绝对没有贬低她的意思 也没说她错啊 我的意思是从潜伏开篇到她死 她的精神内核就已经是确定的 因为在剧作的设计上 她是于泽成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引路人和启蒙者 角色属性的设定决定了她没有成长空间 因为她出场就是天花板 潜伏这部剧把成长的戏份 把人物胡光留给了于泽成 从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到因为女人加入中共并在潜伏中不停地成长 甚至于泽成在之后的剧情里也变成了晚秋的引路人 甚至于泽成在感化晚秋的时候 神态特别像佐兰 而在大结局的时候 为了主义为了大义 她也做出了和佐兰一样的抉择 将主义和信仰放到第一位 将感情放到第二位 在佐兰离开后 她就变成了佐兰 潜伏是她的正传 也是佐兰的前传 那个年代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之处就在于 他们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牺牲小家 在于泽成这个共产主义战士还不成熟的时候 当他表达爱意而佐兰高谈主义的时候 他感到失落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因为以他这个时候的状态 根本理解不了佐兰此时的境界 这些话我本来是想留到后面的故事里 徐徐展开慢慢升华的 但鉴于第八期节目争议性那么大 就只能先放到这里解释了 因为有些弹幕真的是让我很无奈 有发什么完美有什么错 完美无错 问题是我通篇的表达 什么时候表现出说 我觉得完美是错的了 我说这个角色是主义的化身是完美的 这是客观评数 我说佐兰这个角色没有人物胡光 也是客观评数啊 我最后还特别强调了一下 我没打算变是非 也没打算分高下 还有就是最后选老婆的投票 我再次道歉 让一些人觉得不舒服了 但是直接给我扣上什么侮辱抗战烈士 选飞恶臭的帽子是不是有点不妥 假如我真的侮辱烈士 不用你们骂 平台会封禁我的 之所以做投票 我就是好奇 就是想知道观众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有多少人会认可佐兰这个角色 会理解这个角色 我以为佐兰的票数不会太高 假如票数不高 我做大决级升华的时候 这就是最好的素材 但让我意外并且开心的是 佐兰和翠萍的票数几乎是不相上下的 说明即使没有身处那个年代 还是有很多人能理解这种大意 我的本意并不是要给佐兰和翠萍分个高下 看谁更适合当老婆 如果我真这么想 我的提问就是 你觉得谁更适合当老婆 但用选老婆来表达对角色的喜爱 是不是男性思维作怪 我回顾了第八期的视频 也看了第八期视频下面的很多评论 我意识到我在策划这个弹幕投票时 选这个问题确实有男性思维作怪 这是我的不足 也是我的局限 也是我日后需要改进的地方 因为假如我换一个提问方式 其实也能进行这场弹幕投票的 很感谢在评论区发长评 讨论给我建议的观众 指出我的问题 我没有在评论区回复解释 就是觉得光靠文字解释不清 所以一直没有正面回复 而是放在这期视频里解释并且道歉 做错就得认挨打要立正 我这些年在这个行业里能小有进步 得益于很多优秀的同行的鼓励支持 以及你们 我的良师亦有 所以第八期视频下面如果有评论被删 真不是我删的呀 我只是举报了几条对我有人声攻击 骂得太难听的评论 假如平台觉得你的评论确实存在 人声攻击侮辱性言论就会被删除 但这不是我删的 这是以平台的客观标准规则来决定的 我其实很鼓励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的讨论 交流各自的想法 这有助于我后期对节目的制作 让作品精益求精 但是肆意谩骂人声攻击真的很过分啊 真的非常伤人的 还有 谩骂我的私信我也没有回复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回复你啥 还有就是 你骂完我就拉黑我 我想道歉解释也没有机会啊 这期节目你们依旧可以自由评论 觉得内容有啥问题 可以私信我 我只要看到觉得有道理 就一定会采纳更正 把节目做到更好